过去讲,说日日防火,夜夜防贼 现在来讲呢,就是要注意用火用电 还要注意防偷防盗 不要给这个坏人可乘之机 说现在好多人,怕贼垫进上自己家 于是纷纷装这个防盗门 可这个防盗门,也不知道防谁 经常出这个质量问题 自己家,自己倒进不去 可是这个贼呢,怕不怕 你多难开的门,找他准打开 就拿我一个朋友来说 他们家住的那个单元 六层,一层两户 他住一层,除了他们家 那十一间,全装上防盗门了 结果呢,除了他们家 其余的那几间,全被偷过 我这还好奇呢 我就问他 按说你们家,比别人家都富裕 怎么这个贼,唯独不偷你们家呢 他瞧瞧我 骂意思,骂意思 哦,我们家有钱,就必须被偷 他们穷,就不用 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好奇 这个贼是怎么想的 他说,想知道 想知道告诉你 看见了吗 我们家没装防盗门 贼以为我们家穷 看见破木头门 轻轻一踹就开 可贼呢,人家都懒得来踹 我心想好嘛 倒是应了那么一句话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用这儿了 今天我给大伙讲这么个和贼有关的故事 这个事发生在过去 旧社会 那时候普通的老百姓 家里的都穷 在家里一坐 面碰四壁 什么家具都没有 不过也有减儿东间 有炕 有吃饭桌子 还有米缸 说有这么一户 家里就这几家 多余的东间 一点都没有 老两口也没孩子 最值钱的 算是老头身上那件破棉袄了 就穷成这样的住家 这还有贼店呢 说有一天夜里 老两口都睡去了 就只听那个门呢 哗乱哗乱有动静 这个老婆子睡着了 不知道 可这个老头呢 还没睡呢 他知道是贼来了 也不言语 就在床上躺着 看着那贼 不一会儿工夫 这个门就被打开了 贼从外边都进来了 进来之后 就在这个屋子里摸 嘿呀 他只能用手摸 摸着摸着 就摸到那米缸了 他把手伸到米缸里边 一看 还有半缸米呢 于是他打算偷这个米 可这个米缸太沉 他也搬不动呀 怎么办呢 他正有主意 他把自己身上的棉袄 给脱下来了 铺地上 想把这个米倒棉袄上 然后往起一兜 这不就成口袋了吗 他拿定主意 就把自己这个棉袄 给脱下来了 就铺旁边一块地上了 铺好之后 他就去转这个米缸去了 床上这个老头呢 看着这个贼把棉袄脱下来 要铺地上 他赶忙一伸手 把这个棉袄就给捡起来了 就盖自己身上了 这回好 老俩都有棉袄穿了 等这个贼再把米缸转过来 搬起来 就往地上倒 倒完之后呢 他想把这个俩棉袄 袖子往起兜 可摸地上 怎么都没有 他越摸越纳闷 心想 我这个棉袄刚才是扑这了 怎么一砖眼没了 他这一着急 可就出了声了 这时候 床上睡着的老婆子醒了 就推旁边的老头 哎 快醒醒 快醒醒 有贼 老头子说 没有没有 你睡吧 没贼 这老婆子还没说话呢 这个贼大茬了 哦 没贼 没贼 我那棉袄哪去了